后面上这台机车差点就撞上前方一辆 因为路口耗置红灯而临时左转的机车 机车驾驶生气的骂了一声 这里是信二路5号前 由于这处弯道距离前方 信一路与信二路交叉路口不到50公尺 只要路口耗置一变红灯 信二路的车辆一过转弯处往往来不及反应 一旁的肉园店老板说 弃机车急杀甚至碰撞的意外 几乎天天上演 当地里长也对此相当忧心 这几乎就是说它信二路单行道 它靠右走 只要在这里看到绿灯 它就要直接过去 如果突然是黄灯 黄灯闪变黄灯的时候 它就直接左转 人就直接左转 它这里来的左转的 左边的这一道 人家没力自己注意 结果就去 对 常常看到吗 对啊 一天都有好几次 有时候都吵架 一个弯道 弯道过来马上就看到红利灯 红利灯在这里距离不到100公尺 大概就是670公尺而已 所以会转换会来不及反应 所以常常发生这样的问题 希望能几乎每天都有 在借货地方反应后 金融市议员陈宜 邀及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家居交通队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最后决定9月底前 在转任处前装设前方预告号制 提早提醒驾驶人注意号制变化 基民众的反应 信二路5号前面 它其实就是只有20公尺长而已 那信二路其实常常一直线 到信二路5号前面 只有20公尺长 但是通常民众都还来不及反应 来刹车来做这个红灯的等待 因此呢 陈宜建议市政府来装设前方预告号制 那预计呢 是在今年的9月底来装设 那民众呢 会看到前方已经红灯了 然后车速就不会再加速 另外位于信二路36巷口 正对中兴国小进出巷道的 这一处反光镜 因为已经失去预警作用 加上自驾老旧秀石 在陈宜邀及会看后 金融市方面也决定 近期内予以拆除 以完善周遭用入环境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